这个男人可以说是最向王者 这里人的垫困比上肤骚的走位 让腹部技术们都跃跃欲试 但只有最富的才是希莫的菜 希莫露出密色的肌肤 进食的肌肉 一跃跳进冬至 在富泰面前来了个猛男出狱 摇起十一路子流行 眼神三分迷离 气氛不及 我认为你会热 富泰沦陷了 要说希莫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 还要从他悲伞的童年说起 他爹为了养家糊口 长期驾驶游贯车 这天回家的时候 因为疲劳驾驶睡着了 不仅把自己家串了个串 还成功把自己送走 这下希莫和妹妹不仅露宿荒野 还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 但妹妹很有知晓 梦想以后成为一名建筑师 而希莫则想成为成功人士 背后的女人 不对 是男人 时隔25年 希莫果然如愿成为富婆的男人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用小镜子 试试富泰是否还活着 看着富泰还吊着一口气 希莫放心了 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 住在豪华城堡 洗澡有传人服饰 家里大到需要用平衡车代步 这么一想 躺在床上的富婆就更香了 这天是两人的纪念日 富婆又送了希莫一块表 可这已经是希莫收到的 第二十五块通款了 今年希莫想要点别的 于是富泰带着希莫来到车店 卖车帅哥几句甜言蜜语 就哄得富泰买下了一辆 买拉伦超跑 汽涕行车的希莫 立马去找自己的好友 宣扬一番 等他回到别墅的时候 发现卖车帅哥竟然横插一脚 不仅抢他的富婆 还穿他的睡衣 卖车小伙 比他更年轻 更强壮 富婆更加满意 所以希莫被毫不留情地 赶出家门 走投无路的希莫找到好友 他跟希莫也是一路货色 十足的软饭王 因此也做不了富婆的住 只能安排希莫在娃娃屋里过了一夜 希莫发誓 绝对要再找到一个更加富的富婆 这个男人住在儿童娃娃屋 上厕所和下午茶 和娃娃说话一样不辣 这绝对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爱好 而是前一天 他被富婆赶出家门 现在只能流落街头 走投无路的希莫只能来投奔妹妹 可希莫自从绑上富婆后 就没有和妹妹联系过 连侄子几岁了都不知道 但善良的妹妹还是收留了希莫 这天希莫送侄子去上学 发现侄子暗恋一个女孩 但连话都没和人家说过 希莫表示 我的侄子不可能这么拉近 刚想传授几招撩妹绝学 女孩的奶奶从车上下来了 侄子说这还是个寡妇富婆 希莫顿时觉得人生的出路近在眼前 希莫立马联系好友 大听这个后台的信息 得知他竟然拥有十个前赋的资产 并要在明天举办一场慈善会 希莫下定决心要把他拿下 墨镜加黄色泳裤 希莫鲜些十足 可对着镜子才发现 自己依旧胡须胸毛全白 从小鲜肉变成了脱水腊肉 但他盯上了一旁的鞋油 又有了好主意 希莫换上战袍来到慈善会 白毛都被鞋油染成了黑色 扔掉墨镜依旧是当年的步伐 可惜物是人非 辣眼的狠 偏偏希莫没有察觉 他扎进泳池里 鞋油在水中扩散 简直像是大型辣翔现场 上岸以后 鞋油胡了希莫一脸 但他还是密之自信的 说出经典台词 结果就被赶了出去 希莫会这么轻易放弃吗 当然不 既然老的不好接近 那就从小的下手 希莫开始教侄子如何聊妹 只要侄子聊到女孩 被邀请参加生日宴会 这样他又有机会竭尽腹态了 调教开始了 软饭王第一课 眼神要坚定 迷离 软饭王第二课 步伐要销魂 要这样 这样 这样 要记住 自信及巅峰 这个男人正在美容 人体无用毛发去除处 在敷上各种面膜 甚至还有 他之所以这么大张旗鼓 都是为了吃上富婆的软饭 至此今天要去参加富婆孙女的生日宴会 这也是希莫接近富婆的绝佳机会 一样流进不认的步伐 实战的时间到了 小的找小的 大的找老的 可小的成功了 希莫却接连踩到富婆的雷区 原来是朋友之前呼吁给希莫错误的资料 想要看希莫出丑 因为他也看上了这个富婆 这下希莫气急了 我把你当兄弟 你竟然想抢我的富婆 断回生路 于是两人在宴会上大打出手 希莫口不择言 说出了自己利用侄子接近富婆的事 这让侄子十分伤心 原来舅舅帮助自己 只是为了富婆 妹妹也很生气 直接将希莫赶出了家门 希莫再次流浪街头 只得投诉到之前打工的店长家 好心店长收留了希莫 但是暗示希莫需要报仇 希莫以为 这个女人也是缠她的身子 这可是她的强项呀 于是 可没想到店长拒绝了她 因表示自己只喜欢年轻的帅哥 她只是想让希莫帮忙照顾猫而已 晚上的时候 希莫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侄子 于是替她写了一封道歉信 女孩看过信后原谅了侄子 两个人还成为了好朋友 过了一段时间 妹妹突然接到了生殖家仙的消息 但需要她去指定的地点自行交接 这天妹妹见到了投资人 是一个疯子疚悦的富婆 富婆说是有人利剑 才给妹妹一个机会 这时 一个男人从直升机下来 正是希莫 她又成功地抱上了富婆 吃上了软饭 再次奏效了人生巅峰